欢迎收看 有梗来报 杨敏邦找梗 又到了 这一个礼拜我们比较特别 我们是星期四的晚上 九点钟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 是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叫做陈又诚 陈又诚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杨明哥的粉丝 还有耿传媒的朋友 加上线上的好朋友 我是正者念 道者念 都是陈又诚的陈又诚 这个字我介绍的有点像这个 最近有一部韩剧 对不对 非常律师 那个其实是用韩文念 叫乌云乌 但是它是如果用我们的中文字 它应该是念语音乌 语音乌 第三个字它应该是念乌 它不是同音的 其实很老口 对所以你才是真正的这个 第一个字跟第三个 就正者念道者念都一样 对 对所以这个陈又诚 你自己觉得 就是说像现在疫情嘛 你当你现在开始跑胎又是新人 有没有你觉得 有没有特别辛苦的地方 今年因为疫情 对 加上国际情势 原物料的上涨 我们新人真的很辛苦 过去啊 比如说一张募款餐会好了 假如一张一千块钱 可以用到八九成 今年只能用到六七成 但又因为疫情你不可能把原本的 等于说你募到的钱更少 更少 但你又不能够把募款的金额拉高 因为大家恐 就减少疫苑了 对 而且像杨明哥应该知道最近的 因为疫情加上 现在大家每个人都顾生活顾来不及 百姓真的没时间管政治 所以现在的议题都忍忍的 所以变成新人要出头会更难出头 对 但我们就只能靠创意啦 虽然我们不是媒体人 但像我最近很红的就跟大家分享 欢迎到内湖南港来才闻得到 它是一个刚刚我帮杨明哥手部消毒过 对 它是柚子加柳橙的口味 因为你叫陈柚橙 对 所以就是柚子跟柳橙就对了 对 陈柚橙的消毒液 我们在地方跑的话就拿出来 让大家可以消毒 然后也算一个专利 对 而且有一个话题 对啊 大家不晓得这个镜头上看不看得到 它是陈柚橙的干洗手 对 而且上面主持logan是我的名字 但上面左上角其实是 葡萄柚跟柳橙 叫做陈柚橙的口味 那我们团队特别去调了十几次 我自己都觉得还蛮强 你们团队里面居然还有人 会调制这个化工原料 也是臥虎藏龙炮 那当然这个其实柚橙算是新人 但是其实算是很资深的新人 怎么说我们就从这个第一张 这个照片开始看起 其实我这个每次访问 我看这些黑历史照片 我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 不是很有趣 你会发现 哇这些政治人物小时候啊 或者说过去有一些什么样的 丰功伟业这样子 来我们先看 像这张照片 你是这个前排黄珊珊旁边 那个小朋友嘛对不对 没错 总不可能是后面大叔嘛 好 那这个时候你才几岁 12岁 12岁 那为什么你那个时候 就在这个黄珊珊团队 这是民国 1998民国87年 然后我们 就是黄珊珊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 那那湖南港没有人认识黄珊珊 那在照片中右边那一位 其实是我妈妈的同事 我妈妈是房屋仲介 那当年的政治氛围非常的狂热 但她对选举非常的乐中 所以我们就觉得 妈妈跟这个同事 他们就觉得要去支持珊珊 新人 那我单亲小孩 下课本来就待在 房屋仲介的那个 仲介公司里面写作业 干脆妈妈就说 那我们一起去服务处 去总部 我就写作业 然后我那时候还蛮呱躁的 对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一个 比较活泼的小孩 对 单亲小孩啊 我很这个很爱交朋友 我就拿个麦克风 陪28岁的女律师 在菜市场 那个蓝绿壁垒分明 以前是进到菜市场 就是生率票仓 懒得就会被骂出去 可是28岁的女律师 配一个12岁的 我说自己称自己是高林娜 没有人会骂我们 因为有小孩 也有 职祥物的概念 然后也有 女生漂漂亮亮的女律师 她们可能也好奇说 这个到底是来选什么的 对 就第一次参选 结果我记得第一次 黄珊珊就拿很高票 第一高票 第一高票 第一次参选就能拿那么高票 其实也算是很 很特别 而且她后来每一次参选 其实你等于说 因为你12岁的时候 你就在服务处里面 参与她的任何一场选战 后面你就一路跟着 这次她选市长 是我人生中 唯一没有在她团队的 第9次选举 但是你是唯一没有在她团队 唯一一次没在她团队 但是就变成说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也是一个团队 母鸡带小鸡 只是说这个 不是在她的竞选团队里面 对 但就是很特别的际遇 所以你等于说已经跟着她这个选了9次了 而且其实我比她多一次 杨明哥 因为19年到20年的总统大选 我在民众党当发言人 对 她在里面当副市长 对 她是在市政府 你是到 其实选了10次的选举 参与10次 对 你现在也才30出头税 36岁 对 选了10次的选举 好 这个你看 这个资深是有道理 因为从国小 12岁就开始出道 当然讲到这边 你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的小孩 没错 那从小又这么快的去接触这些政治 你小时候就想说你以后要从政吗 never 从来没有 那 你原本希望你长大可以做什么 杨明哥特别问我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要分享第一次讲 以前我小时候住内湖 读西湖国中 对面就是内湖科技园区 在我小时候这边是一片荒地 会有人来倒废图 重画区 没有使用 那时候连捷运都没有 那我后来国中毕业 人生第一次打工 扣除这一次12岁 这个是义工 对 15岁 这个叫同工 免费的 没有 等于是他给你这个托额的空间 你去回馈一下 对 原来那么少就有打工换数的概念 对 可以这么说 那我15岁在285巷 市湖市场旁边去打工做锅贴 然后坐着车去外送的时候 进到那其中几栋大楼 那时候已经有几栋了 比较资深比如说冷宝 光宝 进到里面 然后看到 哇 这么完美的装潢 这么两块的冷气 里面都穿着漂漂亮亮亮跟帅气 在里面上班 我觉得我有一天 我应该也要到这里来上班 我不应该去菜市场投信箱 所以那时候你想像是说 你要成为一个上班族 上班族 其实对我为人就很满足 就是科技业 或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多伟大的理想 因为毕竟家里比较辛苦 我觉得能够进到正常的上班族轨道 那应该就是很棒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对 那当然这个 再来我们看到 这张照片 其实我也是看到你这张照片 我才发现原来你曾经上过大学生了没 真的上了三次 但是一般 一般政坛的时候有人说 诶 诚诚诚诚是大学生了没出来的 好 这个 那个当时你是怎么样的 诶 会去上这样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不叫诚诚 你叫什么 那时候是我的旧名字的外号叫阿南 阿南 那时候是学生会的会长 杨明哥这张照片真的是 您是独家使用 第一次出现 以前我是学生会的干部 那后来当会长 那这有个故事就是 我觉得我后来长大发现 是因为我自己单亲小孩 需要朋友归属感 然后你透过公共服务 你又可以得到别人的感谢 那是认同感 对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 就常常帮别人建议不平 路建不平 打抱不平 建议勇为 这可能也跟你小时候 从小在这个黄珊珊团队有关系 我觉得 长大回头看可能 这个就是耳濡目染 有可能 那学校里面有一些 譬如叫不公不义的事 那其实真理大学过去的校长 是37年没换下来 那中间发生了一些 贪毒啊弊案 新闻媒体都有 真理大学原本是叫 淡水工商管理学院 对 没有错吧 那这位叶校长 在我当学生会长的时候 他也是校长 可是 我们就发现太多不公不义 老师是受雇的人 他也没办法讲话 所以我就决定去参选 第一届学生会长 你是创会就对了 其实我当年是要转学考 因为我的成绩是推真到真理 那应该可以再有机会往上 更好的学校 那真的就是贵了 大家都说 可不可以请你出来 选学生会长 那有一群很热血的干部 我就出来选学生会长 到教育部里面去争取 学校师生该我的权益 后来这位校长也真的在 我当学生会长的过程中就下台 嗯 就促成了这个 校园内的这个政党轮替 对 没有啦 就是说学校的这个政权轮替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就有埋那种一种革命的血液 在我的DNA里面 而且不是为了自己 我们这种呢 有一种个性 就是帮自己讲话会很小声 但帮别人的是 我们会很勇敢 所以当时就创下 当年的学生会 包括那是2008年 我们还跟全台湾的学生会串联起来 办了马英九跟谢长廷的第一次首度 跟学生的面对面的辩论 后来没有辩论 因为有一方不大意 就跟现在的市场选战一样 我懂 通常都领先那一方都会说 好我们就政见发表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上半场 但是会让这个学生发问 会 然后上半场是 我记得是谢长廷吧 下半场是马英九 就是分两个T次去参与 对 而且说要接着话 不好意思杨明哥 08年我们当年 募款登了半版的广告 学生 叫做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对 从台湾大学到我们 到其他武专 这些大家联名 学生会联名 问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其实当年提过的低薪高房价 对 这20年过去 执政党 不管蓝绿谁执政 并没有解决 还没20年啊 14年 对啦 这就是说 这个20年的蓝绿执政 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变更好 当然这个 我想这个 2008年时期的青年 就你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也许跟现在的大学生 面临的状况有些不同 背景有些不同 但是一旦出了社会 可能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像即便 你看我比你老 大概在老一辈 就是说 我们到了 我们出了社会 我们这一代六年集生 我们出社会 一样是买不起房子啊 就是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 能够早一点 有那个机会 刚好接触到那个所谓 科技新贵的尾声 我们那一代是这样 就是200 我们是大概2001年毕业 大学毕业 然后呢 这个2000年前后 刚好那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叫做 网路泡沫 对 所以那时候科技业 其实很多是 就是重挫 对 那有一些运气好的 他到了科技业 拿了几年的分红鼓励 然后他有机会可以买下他的房子 对 然后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 就是2003年的SARS 通常很多人买房子 就在SARS之后 如果SARS之后 没有买到 基本上房价就是一路往上飙 但其实你们这代很辛苦 因为08年又碰到了金融海啸 对 所以其实六年级一毕业出来 就开始面对台湾跟国际情势不好的时候 对 我以为我们已经很苦了 所以你知道 六年级后段班 跟到七年级前段班 其实我一直都称 这个世代叫卡世代 卡世代 就是卡在上 不上不下 因为卡就是上跟下 对 其实就是不上不下 因为什么 我们也很传统 我们是被五六年级的 五年级跟六年级前段 教育 训誉说你们是要乖的 然后上一代都会告诉你 我们都是四为八德 因为也是从戒严时期 慢慢这样转化过来 可是我们也想要去 这个反骨想要去造反 可是我们又比不上 后面的那一所谓的太阳花世代 他们就已经 你知道 占领立法院 突然这时候发现六年级 你知道六年级前段还有野百合 六年级后段到七年级前段 一个gap 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们那时候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刚好是政党第一次轮替 对 所以你就发现 我们要造反 我们也政党轮替 好像也不能造反了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 我们这一代 真的你看 即便是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整个政坛 六年级后段到七年级前段的 立委也好 或政治人物其实比例也相对少 有道理 对 而且你们也是教改的第一代 没错 我们等于说很多都是白老鼠 你们是白老鼠 对 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扯远了 对 但是当初 你说你去上大学生了没 那个 你刚刚讲的是 因为你在大学是 我是学圈 学生会长 对 那为什么会 跟这个跟演 这是一个比较娱乐性演绎的这个 节目 为什么会去 我也很好奇 我永远都记得 第一集把我找去当来宾 然后来宾是讲学生运动学权 因为当年针对大专院校有评鉴 那他们评鉴真理并不是这么的好 那我当然上去平反 虽然我们有很多内部问题 但你还是要帮忙学生 学校讲话 通常你代表学校 你还是会帮学校讲话 对 那后来呢 他就有一天打给我 我就接到 杨明哥打给他说 喂我是杨明哥 要找我上节目 我还想说 不好意思你诈骗集团 就是你上过第一次 他们觉得你口条也许还不错 对 就想要再找你上 所以我那么速 我们也不会搞怪 我们又不是帅哥 那怎么会 我好奇问一下 那个时候就什么迅猛龙 是不是跟你算同一期 伊人 还有 大学生那个时候还有谁 年代真的好久远 有一些当红的炸子 小優坐我旁边 对 这一集的后面小優 现在还在线上的艺人 小優坐我左边 对 印象很深刻 而且那个时候去节目 就会觉得好好玩 还有钱拿 对啊 可是那个几百块的 对不对 我永远记得第一集800 对 第二集以后开始 每一位大学生都是拿500 所以这么多人 然后每个人拿500 对 怎么讲那个真的是廉价老公 我以前不敢讲 以前传统综艺节目的习惯 其实应该是要给1350 我们是500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觉得你们是学生 对 对 所以这个有差 这个以前为什么是1350 原因是因为1500扣10% 扣税扣10% 所以他们那个传统的通告卡 就是1350 但是民国七八十年代一直传下来 这很有趣 对 这是那个年代的综艺节目的 这个通告费的标准 讲个笑话 那上范绿的是不是就拿1450 这个现在当然就不能这样来比喻 对不起 对不起 好的 当然 这个是你大学的时候 好 那大学的时候呢 这个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我18岁生日当地 所以也是大学 大学而且 你是打棒球迷 我是棒球迷 而且我自己打到任代断掉 所以我对台北市的体育力 跟场馆政策 我是还蛮在意的 等一下 任代断掉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学每天 nice play 耍帅 你的肌肉跟身体 是可以合而为一 对 出了个社会 脑子还记得住 根本忘记身体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游几手接了一手 要反传一蕾的时候 我就听到 这么一声从我身体发出来 然后当场贪乱 旁边人都笑翻了 觉得怎么那么好笑 很滑稽 就突然就 就卵掉了 后来肿得跟米菇一样大 去照了骨科 骨科医师说没事 我还吓到 结果没想到 其实任代断掉更麻烦 对啊 所以那个是脚 但其实有个好处 我因为任代 对脚的任代断掉 我做过轮椅 我组过拐杖 台北市的伸脏措施 真的是全国第一 所以无障碍设施 你都体验过 对 但是其实还不够完善 因为各位可能不知道 0.5公分到1公分的gap 对于轮椅跟脊椎损伤的者 它是非常大的伤害 当不断持续在 轮行道上面震动的时候 那个对他们的复健是非常的痛苦 是 因为我自己开过的岛 所以这个 你这个时候 这个应该是风哥还在这个 Laneu Laneu 我那天颁MVP给他 为什么是你颁 我18岁生日 然后去刚好赢球 那我以前小时候 除了在33的 我也会去看棒球 当后援会 所以我在后援会 是负责打鼓 搖起 所以就是资深的这个球迷 后援会就说 你今天18岁生日 让你下去颁奖 让你爽一次 所以就留下这个珍贵的 跟这个风哥的这个合照 好 让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也是 这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 这就出社会了 这是你已经出社会了 对 这是在内湖科技园区 这是黄珊珊选 立委 这是立委 第一次选立委 第一次她是2016吗 一 一 不对 12年 2012年 那时候是用清明党 对 对 然后呢 所以 你反正这个黄珊珊选过太多次了 对 只是她立委从来没有选上过 对 好 那当然我觉得你在黄珊珊团队里面 你觉得黄珊珊给你的 比如说有没有要求团队啊 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有没有一些要求 一个故事 我们团队其实来自不同 都不是政治系 有法律 有日文系 有观光系 每一个人来面试珊珊的第一句话 如果面试OK 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很像家人 只有六个字 包括我现在也是请我的团队 我应征我的助理也是这么说 我们就是不要做 就是虽然不违法找办法 那是基本原则 但我们不要做违背良心跟初衷的事 所以 以前啊政治人物都说 送到收礼盒 逢天过节收礼 要打开茶叶看看有没有钱 后来黄珊珊办公室从来不担心 因为他们出去打听都知道 你找我们每一件服务 我们都是尽心尽力 但从来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 对 这个就是他 人前人后 媒体前镜头后 都是一样的 他不会因为你认识他 你看钱贵大火后 好几个补教业啊 什么被我们大吉查 很多人打来骂珊珊说 过去40年都没问题 为什么你当副市长就有问题 我们这么支持你 这么好的朋友 你每天罚我对嘛 珊珊都是抱歉说 很抱歉 在副市长的职位 我必须这么做 协助你们改到合法 那这样的人格特质是有好处 就是他很适合被交付 这个城市的重则大任 就执行力啊 对但是他有个坏处 就是他就不是一个 及格的候选人 哦 也就是一般来讲都会说 是讨好选民嘛 对 好那当然这个 讲到这个佑晨跟黄珊珊的故事 可能讲都讲不完 但是我们先休息一下 没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听他是怎么样出了社会 继续留在黄珊珊的团队 欢迎回到有梗来报 杨明邦找梗 哎呀今天是来宾叫陈佑晨 那这个佑晨呢 刚刚讲到他这个退伍之后 就回到黄珊珊团队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回去 这我很好奇 就是说 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团队里面 是黄珊珊主动找你 还是你问黄珊珊说 我想要加入你的团队 这就是要爆料一下 美格大学的 我读法律系 美格大学的暑假 因为真的是也比较辛苦 我都会主动很不要脸的打给珊珊说 黄珊姐我放暑假了 他就懂了 好来事务所实习 所以我从律师事务所 四年的实习经验 从不知道什么是纯正信函 到最后我可以帮忙 把支付命令的状 准备好 给律师来做参考 这是我在四年的法律训练 那后来退伍那一年 刚好他2010他要选议员 他对外都说是陈佑晨打给他 但杨明哥我要证明 是他请助理跟我说要不要回来帮忙的 没关系啦 彼此都可以各有台阶 那真的很谢谢他 因为当年我是从随行助理 帮他开车 在手把手跟着他 每天看着他的所有的行程 到最后 没有想过就一点一点的进阶 到选后 他主动问我说 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那当年我很感动 因为其实在团队的编制已经满额了 他还愿意额外拨一份薪水 让我在港股服务处学习 对 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像你的家长 你的妈妈 对 从小把你放在黄山安团队 当她知道你要去黄山安团队工作的时候 她有没有跟你说 你小时候待这么久了 你还待不腻喔 没有 还是很放心 所以这个家长也支持 不是因为当时下这个柱的是你 你自己想听话 對 是媽媽把你放進去的 托額 所以這個你知道要還人家恩賜就對了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再來就看到 這個就是你當助理的時候 去參與一些這個算是現場會攤 對 日常 我一天平均在不選舉的過程中 一天平均要會攤大概三到四場 小到鄰居的什麼交通爭議 那大到是像瓦斯球 現在我要遷移 或者是東湖國中 他們的育幼的資源不夠要征搬 其實三三給我們很大的權力 讓我們可以代表他在第一線 解決民眾的爭議 所以這件事情在台灣政壇上 也蠻難得的 其實很多的地方型的議員 要嘛是這種做選服為主 對 要嘛是這個 同軍為服 對 或者說做一些政策議題 對 那其實現階段 就當然我覺得黃三三 因為他是從民國90年代 就開始做這個議員 對 一直一路做到現在 那他也經歷過這個沒有網路的時代 所以他也知道說傳統的選區經營的模式 那也會知道現在的這種比較行銷式的這種包裝的方式 那你當初你比如說你做服務這個服務處的助理 你覺得最難處理的是什麼樣的案件 價值衝突 例如 我舉內科交通好了 現在不是廢佩洋洋 對 到底你要留數 還是要留給在地的人停車空間 或者是你要 你現在陳時中提了一個要建什麼 不管你從台湯哪裡 對 河底隧道 請問陳時中 你有沒有告訴百姓 你要建這個隧道的前提是 我港前路提頂大道的地下湘海 有多少的瓦斯水電 民生屋 還有污水排水的管線 要其他的民眾要不要忍受 比如說兩個月 大家就用水車啊 接Wi-Fi啊 然後自己這個排 叫那個水肥車去抽啊 這叫做價值衝突 沒有對錯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前提是 你要不要先有取捨 價值取捨 不是不能做 是你要負責任的提出來 中間要step by step去做 因為你應該有經歷過 那個文湖縣興建的一段 有 文湖縣就是因為價值取捨 所以最後走高價 沒錯 因為當年的民進黨執政的過程 就是告訴內湖南港 Yes or 高價 對不對 不要或高價 嗯 所以政治最難的都是價值取捨 其實有人說那個內湖 那個高價 那個文湖縣 在內湖區的這個高價的下方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這個電線相函 就是完全 基本上你要去移動 不但成本高 而且會被 就是基本上誰施工 誰下一屆就落選 我們文湖縣挖的時候 接著楊明哥講的 你知道文湖縣光挖高價的時候 沿線啊 所有的零房都被損零 捷運公司台北政府 因此編列非常多的預算 去修補跟賠償 因為內湖以前是軟爛的土地 它會那個震動 對我們的共振很強 所以連挖高價都要造成損房 那個臨房的損壞 何況挖地下 畢竟內湖的土地質也有問題 是 它過去畢竟是一個所謂的沼澤 類似沼澤地的那種概念 沒錯 所以為什麼 我說最難處理就是價值選擇 沒有對錯 我也很會喊口號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很棒的願景 但 可行性 對 所以那個是價值選擇 你要講那個完美方案的時候 請你要告訴百姓 後面要負擔的成本代價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小時候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我小時候 應該是說 我爸爸媽媽當年 一開始是在內湖住的 土生土長 比我還資深 是在大湖公園那邊 內湖路三段 那邊以前都淹水 對 所以我們家為什麼搬到桃園 是因為在內湖常常淹水 停電 你們那邊更常淹水 對 然後結果我們搬到桃園 現在開始羨慕說早上不要搬 沒有大陸 沒有找資料 沒有找資料 就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沒有找資料 好 那這個當然是這個 等於說你這個做助理 好 這是你跟三三姐出國是不是 對 這是在美國 然後當時 台灣都還沒有引進的Blue Battle 他 其實這張照片 當然傳給楊明哥 我想要分享的事情 是他是一個很敢分享的老闆 雖然 這個時候你已經 應該是這個比較近幾年對不對 近幾年 你看還沒有職業傷害 那時候還滿陽光的 不是因為看起來跟你現在差不多啦 沒有 謝謝 那 其實是他常常會帶員工出去 員工旅遊 那他 雖然我們沒什麼錢 但他不會把錢放在自己身上 他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有錢就應該要大家共同享受的成果 我們這個行業 窮苦難 高張高壓 才會來找我們 好的啦 開心的 不像旅行社你做貢獻 服務業你賣東西 人家客人飄飄亮亮 做政治服務就是最基層 最辛苦 但是也最有成就感 只是說我們身上都有很多別人的垃圾 他知道適時的帶員工出去 做些旅遊 可以比較學習 而且因為在議會的工作 其實是等於是 某種程度他是有一個旺季跟淡季 因為他是比如說有開議的時間 然後呢相對會更忙 但服務處沒有 當然啦 服務處是一定都會長期的都需要 因為我以前都不平衡 我以前都覺得 為什麼議會的同事 在淡季的時候可以這麼舒服 我服務處沒有淡季 當然 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像為什麼這一次 就是說議員 為什麼比如說當三三姐 他決定要去這個接副市長 那個時候好像就已經決定 要由你來接棒是不是 16年選完立委那一次 其實他本身就有一點萌生退役 就是說等於說他本來18年 可能就不選 應該是14年 他就已經說要我們接班 但我們都認為 沒有人接得上 對 也覺得你其實還可以 就繼續做 我們還是願意幫你撐 他那個時候好像是因為 他身體出狀況 對 那16年是他人生最低潮 又遇到了婚姻的狀況 所以他就毅然決然覺得 就是你們 那同事接門 我運氣很好 我是不是每一項最強 但是我綜合起來 我是比較具有 出來參選的特質跟條件 所以大家就認為就交給陳佑誠接這個棒 那我覺得人生 我才30幾歲 我也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所以其實你們這個接班的這個安排 是很早就決定的 等於說你們這個民眾黨都還沒有成立 你們早就已經安排好 就如果黃珊珊沒有要選的就是你了 大概18年的時候 那民眾黨是19年底 對 所以18年底大概就做了這個決定說 OK我願意出來承擔 而且珊珊一直交代 她就算去當副市長 服務處不能停 因為她答應過選民要做完 她任期的法律質詢跟選民服務 所以從她當副市長那一刻開始 服務處交給我們 你們就承接了 一直承接到現在 都沒有停過任何的服務 所以問題是你沒有議員身份 你又要去運作 要去借我們就是掛名掛在 國城議員的自聘助理 那蔡壁如委員也給我很大的權限 所以我在中央地方 我都還可以使得上力 當然我說除了這個 所謂的這種人脈的協助 很重要是資源 是錢 這個是很現實的 雖然民眾黨沒什麼資源 所以現在已經負債多久了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靠 在選舉的過程中 請朋友幫忙 然後希望能夠攤提到四年的費用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辛苦 但是不會到所有負債 就是只能很勤儉的用 OK好 總之這個佑誠現在已經決定 是要接棒了 那這一張海報上面 這個也是有一段故事是不是 那是12月5號當選當天 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參選 這是你12歲的時候 對 他親手寫給我的海報 為什麼叫小永南 我以前舊的名字 你原本叫陳永南 很適合選舉吧 欸 這個名字 你都是獨家耶 楊明哥 等一下 如果以後你叫陳佑誠 括號永南 會不會 那個也是蘋果日報 就說什麼 永南救什麼 五百之泉 然後永南 整個進到火場 然後救出老婦人 我就想我的名字 每天都在蘋果日報上 現在比較多猛男 好 所以你小時候是叫永南 對 他說是Super超級助選員 那謝謝你的幫忙 你將來會是個 很棒的 很棒的什麼 好男人 好男人 你現在有變成很棒的好男人嗎 你覺得 不敢 但至少不是很糟糕 但是你還沒有成家嘛對不對 還沒還沒 這個世代真的太辛苦了 對 所以我相信這張海報 也許你應該要在他這個 現在你還留在身邊嗎 後來因為家裡漏水 濕掉 可惜 但是這張至少你圖有留著 還好有留 那你到時候把他印刷出來 然後等到這個黃珊珊選前之夜 你就把他獻回去好了 喔有道理 對 你就說獻給未來的市長 這都大概已經 87年 24年了 24年前 你看這個 等於是1998年 沒錯 對你看這個 印象很深刻 那個晚上印象很深刻 因為沒想到贏 而且還第一名 那他當時趕著要去新郎總部 那像旁邊這些照片是什麼 喔他結婚的邀請卡 喔你等於 你等於就把一些跟他有關的 都貼在這個海報上面 我不是這麼瘋狂的人喔 現在連我們的737市場裡面 有人有他的五屆的競選海報 然後10年前的法律諮詢服務卡都留著 對 OK 我要自清不是我那麼瘋狂而已 了解 哈哈哈哈 好那個你看這個 這個真的就是像說你已經是一家人喔 才會把這些東西都留在這個身邊 對 好 那這個就當然是之前因為這個 主席 宋主席 畢竟那個黃珊珊也是很長期 她是這個宋主席的這個左右手 對 好 那所以當年你有沒有加入親民黨 沒有 你也沒有加入過 嗯 這張是親民黨辦營隊 然後我們在蘭嶼的這個 這個海峰 這應該是2015還是2016年那個時候對不對 差不多 我記得是他要選總統的那一次 然後有一次他去蘭嶼 好像是淨灘還是幹嘛 對對對 對 對我有印象 我們一起烤肉 然後跟他留下這張照片 其實主席是為了非常溫暖的長輩 雖然我沒有加入過親民黨 但其實我的國發所的推薦函是他寫的 哦 對一般生的推薦函是他寫的 哦 說到這個國發所 我們就看到這一篇 這個現在全台灣最熱門的校系 就是台大國發所 而你也是這個碩班學生就對了 我是一般生 對 一般生 碩班一般生 會強調一般生就是因為要跟林志堅不一樣 沒有 只是當時續考一般生就真的覺得 過去在晚社團的時候沒有好好認真讀書 我希望進到台大 我自己都知道很多好老師 王業力老師 包括陳彬頭老師我也上過他 食物上面真的會給學生很多的幫助 周紀祥老師 包括我的指導老師唐代表老師 其實台大國發所的老師學生沒有錯 錯的是那一個去讓全台灣學術名譽一起陪他陪上掃地的林志堅跟民進黨 我都要不斷地強調 好學校有壞學生 壞學校也有很優秀的不錯的學生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二職的所謂的政學互惠的文化 其實你知道就是說指導老師也給個方便 反正他未來在政壇發光發直發樂 然後這個老師也載個光 對他也變成說以後他在政壇也有工作 那從結果論就是這樣 那可是你看這個現在 因為你還沒論文還沒寫完 還沒 但是你學分都修完了 修完了 所以你現在就等論文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 想要辦休學 對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論文接下來會寫得很艱困 我覺得反而是好事 因為這樣的gap在前面 所上其實現在對於所有說事的論文的審查標準 真的像楊明哥說的更嚴格 那反而我們就更盡得起考驗 那以後我至少不會到比如說50歲以後 雖然不小心如果要選個更高的位置 人家在質疑我的論文吧 所以至少你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雖然還在再學 但是你因為選舉你可能會先休學就對了 已經辦了 現在已經是休學的狀態 等到也許這個選上之後 再來好好寫論文 對 OK 你論文題目有定了嗎 定了 定了 可以講喔 你要講 講給大家親眼沒關係 因為你很想問 不是 誰知道會不會跟余正華一樣 到時候又要改 目前不會改啦 對 我有兩個題目在run 那原本想說搭著2012 這次的選戰 我想要來做餘意分析 做兩個市長參選人的網路的餘意分析 來做一些文字雲跟比較 然後來看看他的背後情緒值這些 其實過去有些人做過 但論文本來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開創你自己的 沒有很多是同一個論述 但是後面是用不同的案例去分析 對 論文其實本來的要求在這邊而已 但是不要抄襲 尤其是政治研究 比如說做選舉研究 對 他就會就說 什麼什麼 以2014的什麼選舉為例 是啊 以2018 不同的選舉就會有 用同一個理論 有沒有辦法去套用 對 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發現 沒錯 好 那當然這個 這個學術的東西 我們不用聊太多 這個就是你 這個最近的一個動態 就是你前一份 就是在你剛講這個 2020年 對 你做了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 這等於是你第一次加入政黨 第一次 而且好多事情第一次 第一次面對鏡頭 第一次學習 可以怎麼樣跟媒體互動 這張照片更難得 是全台灣史上第一次 黨代表大會要 找到3000人坐在現場 否則會滅黨 記得嗎 對 就是好像是2020年 對 而且主持會倍感艱辛 因為我跟楊寶貞在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成 如果不成 這場大會要在我們兩個手上 把黨結束嗎 好像還有一些時間 但是就是說 那一次就是說 因為你們沒有一個 所謂的代表機制 所以必須要把所有黨員 都找來開一個黨員大會 對 那很感動 紙條地上來 我永遠都記得 我們兩個還 現場加上委託人數 5000多人 對 黨員大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那個雞皮疙瘩是滿深的 因為在場沒有一個人 是動員 吃便當 坐遊覽車來 而且那邊沒捷運 但現在有雙主菜了 雙主菜 為什麼沒看過 那個是某些人有吃到 我想那是地方政治動員的 可能有一些就是 沒有我沒有認真要問你這個問題 我想說你既然都丟窗 我應該要解一下 總之這個台灣民眾黨 現在變成是 你就是民眾黨提名 在港湖區的議員參選人 對 你自己覺得 其實你知道 我自己是住在南港 然後我常常因為錄影的關係 會在內湖 其實每次看到你的這個 基本上你是第一時間 黃珊珊一宣布參選 所有看板你就掛上跟黃珊珊對不對 等很久了 也沒有很久 也不過黃珊珊正式參選 也才三個禮拜左右 對我來講等很久 因為那是我們共同的團隊 我們最大的優勢 結果我們因為他在當副市長 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不能說 所以還好他正式參選 我們就趕快讓大家知道 希望內湖南港 不只出24年的議員 還要出一個女市長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有梗來報 陽明幫找梗 哎呀 今天的這個來賓是陳佑誠 而這個佑誠呢 剛剛講了很多他這個 跟黃珊珊的一些這個 故事 人生的這個 我應該講那個叫什麼 叫做糾纏 量子糾纏 這只有你敢講 糾纏18年 24年 24年 從12歲到36歲 感幸運 好那這個糾纏到現在 你自己覺得 你看現在他是母雞 對不對 那你是小雞 你覺得他是一個稱職的母雞嗎 就是那兩句話 我覺得很辛苦的原因 他是最合適的 台北市長候選人 政治學上面有個東西 叫做五織之目 你把三個東西 三個產品 三位人選放在後面 去掉他的資訊背景 我大概是這樣舉例 就是那你會去選擇哪一個 我知道就是綜藝節目 對對對 三個都蓋起來 然後呢 就這樣被解 三個人都唱歌 然後問你說 你這個哪一個人才是原唱 對 那你應該會選擇最好聽的 蒙面歌王 對不對 阿民哥你出去買車 你今天 Liven你中午出去買個便當 你都會選擇 你覺得最合適最好聽的 那為什麼政治上面 永遠要用顏色去做評比 所以他確實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候選人 因為他不會為了政治的利益 而去改變自己的人格特質跟人設 所以我就說他是很合適的市長 但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 因為作為候選人要做很多不得不的事情 妥協啦 或是說要去這個求情啦 或是說這個拜託啦 他到現在 他還是有他的原則就對了 有 但這樣的人才是真的值得 托付這個台北市給他 因為未來在那個位置上 有利益誘惑更多 當然其實你知道台北市 從1998年以後 有一個叫非綠魔咒 我知道 對就是說掛民進黨 都沒有辦法當選 那即便前段 從1998到2014 那時候都是藍營執政 那到了2014變成 無黨籍 而且2014 即便是民進黨支持柯文哲 到了2018 也變成是柯文哲 幾乎是靠他自己的力量 對 那等於說是把藍綠都給幹掉 雖然是很驚險的 一點點的差距 嗯哼 那這一次你自己覺得 黃珊珊有沒有可能 再複製這個 柯文哲的這個奇蹟 去翻轉這個台北市的 這種藍綠的結構 我覺得很有機會 因為呢 雖然綠營一直想要貼一個標籤是 投黃珊珊等於投柯文哲 但是在市民的感受上面 很抱歉 柯文哲連自己都說過 黃珊珊有他的優點 但沒有他的缺點 加上黃珊珊是過去24年的歷練 為什麼這兩位候選人到今天為止 不願意上辯論台跟他針對市政來 一體一體的抽絲剝錦 來做政策的辯護跟討論 因為確實沒有人比他更熟 這台市政大機器要怎麼開 怎麼樣無縫接軌 他是擁有非常紮實的經驗 而且不是在裡面做官 是24年在菜市場擺攤 在服務處接受的澄清 一點一滴這樣累積上來 那個如果在業界或在媒體界 我相信他的能量是已經足以達到 去支撐一個不管是總編 或者是他比較好的領導階層 對 再加上是過去很多人也想要 把這次的選戰跟1994年 趙少康 陳水扁跟那個誰 黃大洲 三強領利的時候來做對比 認為會有氣棒 我跟大家勇敢的說一定不會 因為1994年是藍藍綠之爭 經過了柯文哲市長這兩年的台北 藍藍綠 你知道這個梗嗎 不知道他很好笑 藍藍綠 你剛剛講藍藍綠嗎 藍藍綠 不是以前麥當勞叔叔 曾經日本有拍過一個廣告 藍藍綠 大家加一 沒事 我沒聽過加一 這個梗有點老了 我真的沒聽過 對不起楊明哥 而且還要那個麥當勞鼠 藍藍綠 這樣子 我真的沒聽過 真的大家Google一下藍藍綠 我們在這幾個聽過加一 好不好我很想好奇到多少 好歪樓了 我們回來說 為什麼不會有氣吧 那這兩任的市長呢 已經經歷過藍綠白的這種 三強典禮的考驗 那再加上過去所有的民調來看 黃珊珊的支持者 知識分子 年輕人 中產階級 是最主要的來源 淺藍有將近10% 淺綠也有10%的人會鬆動 所以它一直都是站在中間的那一塊 台北市的結構加上它的人格特質 原則上它是有機會再繼續把台北市 變成一個無色的城市 而且這個無色的城市是銜接 這兩天有新聞 蔣萬安 受期 結果有70位過去國民黨的議員參選 那個里長參選不敢掛名 因為台北市的基層 秀絕都很敏銳 沒有人想要再跟藍綠沾上邊 因為市民在地方服務 在里內服務 市政政策 真的沒有藍綠 但是老實說 民眾黨現在的弱勢也是組織啊 對 就是對於這個傳統政治 傳統藍綠 他們有所謂長期有資源可以去綁裝 可以去這個有所謂的裝腳 有這個條啊咖 有這種資源可以去分配 那民眾黨一個小黨 即便台北市是民眾黨 目前唯一執政的城市 而黃珊珊又是用無黨籍參選 那在這個狀況下 你黃珊珊要如何去突圍 這個所謂的傳統的陸軍 因為我認為他在陸軍這塊很明顯 甚至你看最近有這個媒體 資深的媒體的前輩 他是講說 他看過一份民調 這個議員參選人裡面 只有一個學姐是會當選的 其實他全部都全軍覆沒 你自己 就是說我們從兩個角度來 一個就是說 黃珊珊的陸軍的部分 有辦法抗衡嗎 第二個就是民眾黨的招牌 對議員來講 真的會沒有辦法 如這些媒體人所唱衰的 會不會這個真的就是 很難這個你們提名80嗎 到底有沒有辦法 這個跨過這個主黨團的門檻 我黃珊珊的弱勢 真的就是組織 但台北市很有趣 經過這兩次的洗禮 為什麼珊珊會用偉大市民 騎步共贏 因為我們的弱勢其實就是優勢 在地方很常會有人跑過來 跟我們偷偷比戰 跟我們說加油 甚至現在有很多企業 學界 產官商界的朋友 雖然檯面上不能表態 甚至不乏很多是讓藍綠各掛 各掛了很多title在身上的老闆們 私底下對於我們的支持跟協助 其實非常的多 所以這一塊就是相信 我就常常講 相信選民的智慧 黃珊珊就有機會 因為你去跟人家拼組織 拼title 給人家掛多多的職稱 我們根本沒有相對應的資源 可以去支撐 去養得起這些的人脈 這個絕對是我們最大的弱勢 第二個是民調的部分 我只能說 如果拿得出數據 像楊明哥他每次的爆料 他絕對是有所本 等著你敢不敢來挑戰 如果要透過民嘴的放話 來針對民眾黨的士氣做影響 我覺得大可不必 那代表你自己很缺乏信心 而且選舉是這樣 如果真的那份民調是準的 那是不是請每一位 民調穩當選的人 是不是他們敢不敢回家洗洗碎 甚至您拿去問 現在他們說 我們港湖第一名是驗秀委員 你問他說 請問你是第一名認不認 很有趣 一定沒有人會承認 其實老實說 複數區這種選區 議員的這種選舉 民調老實說真的是參考用的 而且每一個民調領先的 都不敢說自己領先 這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每個都怕穩了 穩了 這個穩了啦 我跟你講那個歐陽龍 穩了啦 穩了就是我們 2018他就掉了 是啊 而且你知道最後永遠都是搶救 這個議員選舉永遠都是 最後就全力搶救某某某 特別其實我覺得對於這種傳統大黨 因為他們在一個複數選區 他們會提名不只一個參選人 那當今天自己的支持群眾 如何去配票分票的時候 有時候是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有時候真的不小心 一個人往上衝太高 另外就有人會這個掉下來 對 所以這就是不長進 我的認為就是不長進 但是對於小黨 我覺得其實反而小黨 比較沒有這個包袱 因為小黨比如說 如果以這個右繩 你一個選區就是 民眾黨就只有一個人的狀態下 如果今天你訴求 假設你跟黃珊珊綁在一起 黃珊珊到了內湖 就只會幫你站台 他還會幫別人站台嗎 我們不能期待說他 如果別的無黨籍的參選人 或其他黨願意支持他 你一定要歡迎 因為選舉本來就對他而言 是要大力支持他 他要集大化 對 所以我自己看了 像選了14局 選舉最重要的是不要靠別人 我當然很謝謝珊珊 給我的機會平台跟加持 可是你自己如果拿不出 政策牛肉論述 你沒有辦法說服選民 人家沒有欠我 雖然我們幫過人家 人家會謝謝我們 但是人家並沒有欠我這一票 對 但是至少我說 現在民眾黨基本上就定調 是支持黃珊珊沒有錯 沒錯沒錯 這個是不用懷疑 所以我說 當今天即便他是用無黨籍參選 他可以擴大他的支持群眾 但我相信今天藍 因為藍綠都有固定的支持者了 而你說時代力量 怎麼可能會去支持黃珊珊 不太可能吧 我打個問號 對 沒有我覺得目前至少我禮拜 我前陣子我有訪問一位時代力量參選 他說他們三個都不會表態支持 那你說像這個激進黨 在內湖裡面還有港湖 還有這個激進黨的 對 那他們會跟黃珊珊站在一起嗎 更不可能 我認為更不可能 對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除非今天是無黨籍的 可是無黨籍要跟黃珊珊站在一起 他們為什麼 他們也會去算啊 那我為什麼不黏在柯文哲旁邊 黏在這個陳時中旁邊 黏在這個蔣萬安旁邊 也許更有機會 沒錯 你看像這個 我記得在士林北投 就有那個無黨籍的參選人 就黏在陳時中旁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於議員參選人講 他們會選擇 讓自己最有力的那一個 位置 對 市長的參選人的位置去靠 可是你看18年 楊明哥 這都是 我就覺得那是extra的 你自己本身的條件要夠好 基礎夠穩 其他賦予你的才會如虎添翼 否則在時代力量 在2018年 他們就放 歡迎你可以支持自主的表態 你要支持誰都可以 所以就有人罵柯文哲 我們內湖南港的候選人 就跑來跟著柯文哲一起 這個才是真正的表白 那一次當然因為我覺得柯文哲的人設 這個跟人設有關 當然我覺得現在有藍營 要把這個黃珊珊抹成小英女孩 你覺得這個會有用嗎 我知道在深藍的群組裡面 不斷的發笑 可是前藍也聽你了 中間選民就覺得 這就是笑話一折 那也代表國民黨的選戰 真的沒有別的方法 因為他們還會說 你看黃珊珊的哥哥也在蔡政府做事啊 是啊 所以那不然蔡英 那應該蔡英文要直接提名我們啊 哈哈哈哈 照這個邏輯 所以應該是氣中保三 而且國民黨 我常常講的事情 國民黨很有趣 從我小時候到現在就是這樣 永遠選舉到 就要先逼著別人跟你合作 當消息說要怎樣合怎樣合 否則就是破壞大團結 然後呢不能合以後就開始說 你是那一邊的人 你是那一邊的人 這個SOP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這個要得不到就毀了他 好 那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因為沙喀都 其實到目前以目前現在的 所有各組的民調來看 黃珊珊都並沒有被邊緣化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現階段我想藍營 我覺得現在純粹是從策略上來講 藍營要把這個黃珊珊往綠營推 沒錯 而綠營要把黃珊珊往仇恨的那一邊 比如說他們要不跟柯文哲盡量的連結 然後去強調說他 因為其實後來發現 黃珊珊的支持群眾裡面 也有不少綠營的支持 是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有趣 能不能會不會像1999 你認為不會像1994 但是傳統的藍綠一定都會期待 成為1994年的那一場選舉 所以我才一直強調 真正的關鍵keyman就是市民 因為台北市的市民 如果還是選擇舊有的邏輯思維去投票 確實可能會發生起榜 但我認為這一次的選戰 關鍵不叫做藍綠 而叫做是非 是非的後面就是誰有仇恨值最高 好 那當然講到仇恨值 最近整個台北市長的選舉 我們只要講到市政議題 我們就會想到陳時中的團隊 對 不斷的出包 如果今天你從你 你看你說你參與過10次選舉 會發生這種什麼小編貼圖 貼到人家部落客的倒圖的這種事情 會拍出一個偷窺的影片 會要打球 結果到了現場發現這個球場不能用 你覺得這個團隊出了什麼問題 我覺得八個字 就是無心治國荒腔走板 就是為了選舉而選舉 你把陳時中的人設 已經操作到了非常的奇形怪狀 不像自己就算 連你的團隊本身 內部的磨合跟溝通 都出了很大的問題 這就是你一直想要把人當選票去算計的結果 我們自己過去選舉過 你會在高張高壓的時候 你每天會非常的混亂 可是最後要層層關卡 這部影片要不要經過陳時中過目 要不要經過他所有的團隊 民進黨的這些資深的幕僚 大家看過都覺得沒問題的時候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難道以後台北市的任何一個政策 經過你陳時中的團隊 不會發生類似的狀況嗎 我覺得見為執著 你從選舉上面就這麼的漫步驚行 這麼的荒腔走半 未來是市政的大車給你開 你有8萬個公務員要給你運用 你難保你不會再發生這麼離譜的錯誤 所以其實我覺得比較好 比較有趣 應該說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現在陳時中常常在討論 已經不是市政問題了 是他當防疫指揮官裡面的包袱 而這樣的包袱 其實包括像比如說 像最近我們講這個疫苗 去年疫苗採購 到底這個誰在擋啊或什麼的 也變成是你看 不管蔣官安不管黃珊珊 都是全力炮火全部對準 陳時中 那陳時中光是解釋 你看從這個疫苗保密 採購的合約要保密 到這個什麼什麼疫苗的 這個指揮中心的這個什麼 幕後的什麼地下部長 等等有一大堆的質疑 都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 這個防疫指揮官 可是明明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明明本來的人設是鋼鐵部長 是一個防疫英雄啊 結果反而為什麼看起來 這一年多來的這些恩恩怨怨 在這個時候反而都變成是 像回歷錶一樣還是糾纏著他 因為百姓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口袋 自己的肚子能不能溫飽 這個疫情從一開始喊得很滿 期待值很高 防疫什麼世界模範聲 到最後什麼都缺 大樂天排隊排到尿道發炎 昏倒比比皆是 然後所有的產業 因為這樣的失血嚴重 更多的是做政治意識形態的操作 到今天楊明哥你也爆料了 居然可能連買疫苗 還要先經理簽一個 不同意參選同意書啊 沒有我覺得應該要給他講清楚 就是說有這樣的傳言 而且這是在去年 就有媒體報導過 而我透過一個消息來源 他告訴我說真有其事 OK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長期的 烙印在百姓心中 是你永遠都持有政黨的利益 大於國家利益的時候 很簡單 在那個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來講 永遠都是自己先吃飽 才能想到精神層次 才能想到更高的 意識形態的東西 你現在是連民眾的 最基礎的民生需求 你這兩年都是沒有顧好 所有人到現在都在付出代價 那麻煩你 你自己要回來藏苦果 也是應該的 從你的什麼鋼鐵部長 到落跑時鐘 這些人是不是別人給你貼的 是你自己一點一滴造成的 他現在變美食博主啊 他還是這個 食神 食神好棒有沒有 我沒有想像過 你一個競爭團隊會 發生這麼離譜的失誤 然後最不能原諒的是 你已經代表道歉推給小編 結果你還放任側翼 去別人的美食博客下面罵人家說 你是韓粉跟柯粉 天啊 你以前民進黨 在我小時候 你們創黨的時候 所有的價值全部都回去了 會不會是反串 也有可能 但請你不是很會有這個 之前那個數位資訊法啊 你就動用警察 這些你相關過去 不是來告網友去請大家查清楚 不能每次反對你的就告 然後對你有利的人就不查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尾聲 我這邊我要宣布一件 這個算是這個比較 沉重 對比較沉重的消息 這個今天剛好是我在耿傳媒 主持的最後一集 所以今天看到的朋友賺到了 哎呀 因為我自己的這個 這個一些作息 或說一些節目的安排 我做一些調整 所以目前會暫時先離開 這個耿傳媒的這個主持的工作 那也許後會會有期 那也感謝這個又成能夠今天來當 這個最後一集的嘉賓 那我們就預祝呢 耿傳媒能夠繼續的真正日上 告訴我們的這個觀眾朋友 更多的真相 更多的內幕 我們也記得要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未來呢 基本上我的部分就會 基本上以這個主持會 在這個電台的部分為主 那也希望各位網友能夠繼續支持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尾聲 我們就說聲 拜拜 祝福陽明哥 謝謝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大家拜拜 我們記得要留意 哦 我們都會另外安排 我們還有一個 下一個 兩道菜 都會有期待